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从头就看到尾形那种感觉 那就不想做了 这个很正常 所以很多人就不做 待会儿就是那样的 一起步都看到结局了 所以就不做了 因为没办法 一定要做 重宅体验 重宅过程 一起步就做 就像征服喜马拉雅山的时候 如果他一起步就知道他要下来 他上去干什么 人家征服他这个过程 在路上磨练的心 你说我知道 他上去肯定要下来 那就不用上去了 他肯定不会呆在上面 是不是 当然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很多事做为谁在做 就像所有的大菩萨 佛法里边的大菩萨 都是为众生在做 甚至他承到都是为了利益重室而承到 那这就是有责任感的使命感 他必须去做 因为重室需要 重室需要度脱 就像你 为自己做事是很懒惰的 你知道吧 如果你做一件事 只为自己做点事 人就慢慢就懒了 就觉得我大不了不嫩 如果我只是想吃个苹果来摘瘦的话 你觉得 哎呀算了 我大不了不吃 不要这么累 我就不摘了 知道吧 但是你说你说了 要给大家摘颗苹果 大家都在那等着 等你那颗苹果的时候 你要摘不出来 你行吗 所以你就会有动力 知道吧 因为你做事不是只为自己 那个苹果的时候不是只给自己摘的 你就是不知道怎么样才是真正的为众生 现在搞得懂 你先发这个月吧 就是每件事啊 有些时候 你现在都一个人 一直吃饱缺假 没有压力 没有家庭 没有压力等 你先发个月吧 你修道为了 为了 就是说 为了利益 六道众生的解脱而修行 先发这么一个月嘛 嗯 至于说未来你怎么 这种月里很重要的走到一定是 嗯 你就知道了 有时候在你做事的时候 你就会想起你的月里 你现在不知道 说我也不会 对不对 众生不需要我 是吧 人家不需要我 我说多了人家还烦 但是有一天 真的众生需要你的时候 那个时候 你就想起你的月里了 我曾经发过这个月了 我说要利益众生的 这那一刻你的私心犯了 知道 那个私心起来的时候 你就说 跟自己的月里相抗衡的时候 你可能就选择了月里 如果你从此来没发过的话 你就不会想 没有惭愧啊 我惭愧啥 我又没说我走 是吧 你就没有惭愧些 但你发过那个月 那一年 我觉得我肯定是有发过院的 哦 但是你发过院之后 就现在 就是没办法 跟现在的生活对应一下 所以那个 所以那个 没关系 你现在的生活 还太简单了 是吧 是不是因为经历的太少了 然后就像小孩子 就是没经历那么多 你成道吧 成道会经历很多的 如果不成道 在人道就经历一道 你能怎么样呢 其实真的实修 实际就是 你经历很多事情 然后这样子去 不是这样的 不是 不是一定要早点事经历 你这也破风别执着 就是从梦中醒来 跌倒梦想 所谓戒持恋心 有的人是真的在戒持恋心 但有的人 我感觉真的是 在为了满足自己的那个 嗯 应该说是私欲吧 自己的欲望 自己想要什么东西 嗯 所以我分不清楚 有的时候 嗯 大家都是这样吧 刚开始修行都这样的 先管好自己就好了 嗯 管这个世界 哪怕有很多人修行 每个人的音乐不同 每个人真的是 在修行里边很多问题 那人家是真假的 每个修 如果是佛子 行修行 管好自己是最好 这我没成到一切 嗯 你这就是在锻炼经验 锻炼你的 可能是磨练一些定理 或者是什么 理集一些经 佛学的见识练习不是这样 佛学的见识练习 是从一起步开始 所有的事情都是梦 都是幻觉 你要以近空的角度去看 你所有的在里边折腾 确实在梦里边折腾 最起码有这种知识 旁观的 你在人道的 人道的所有 以你这个见误觉知 你处缘嘛 你说你处缘了 你不是这个六根处缘了吗 六根处外成六根 就是说 更成相对 你才建立起这个世界 所有的不过就是 你的跌倒梦想 没醒来一切个梦而已 你更成相对 你会产生的各种善语 恶语不断的在这里面折腾的 只不过是你的 你的颠倒梦想还在这儿 然后才出现了你说的这一系列事 你的问题 绝照你只是慢慢的停下你的颠倒梦想 而不是去处理这些事情 说我拿起还是放下 我是裂还是不裂 你不是在这折腾着 这两个都是幻境你折腾大概是 你拿起幻境放下幻境 你这不是俩别幻吗 但是有一个空性在这里 里面它是 你因为颠倒梦想 你才出现了六根六成嘛 才出现了中原嘛 所以你应该先保持绝照 然后了知一切都有幻 所以在做任何事的时候 在人道你去利益众生 为了众生做 但是成功失败并不重要 这就是届时联系 但是也会尽全力去做 努力想尽办法去做 但失败了 就失败了 只要是利益众生的时候继续啊 就是只要是 对自己障道的是停下来 就是说对你障道的喜气欲望 改停下来 这就是人道的修行啊 不是说在一件事情里面 你能组结出什么 你在这件事 这两件事都是有毛病的 包括你自己 包括你见我觉知到一切 两个都是梦境 你要想回到空性里了 现在你不是要做个做什么 你那空性的证件就是 更成都是幻境 你都是个幻境 你现在要从你这觉醒啊 你不是在那个事情上练迹啊 要从你这个六更里面觉醒啊 大车大窝啊 你这个是个梦啊 你身在人道就是个梦 开身就是个梦 你在你妈肚子里就开始做梦 做成这样的 所以你现在是 因为你出生了 相对于你的世界才建立起来 没有你哪有相对于你的麻烦 相对别人 你的缘怎么少是吧 都是你 你的世界发生的一切 不可能发生在别人身上是吧 就算是一样但人也不一样 故事一样人也不一样 就是你只因为你出现了 才会相对你产生 你的世界发生的一切 所以梦在你这一块嘛 嗯 就是我刚才说的 你记住我刚才 这才叫修行 知道更成如幻 你真的把它当幻境吗 你说我知道了 老师我知道了 更成如幻 六根六成如幻 为什么一做事的时候 弹成吃满一圈起来了 这不如幻吗 幻你你你你你 唧唧喳喳喳什么 怎么幻境你还在那 在那想 东想西想是吧 既然如幻你怎么也喜不适宜 凭我们的聪明才智 这个角色还能演坏了 不就演个人嘛 还要演个好人嘛 你还能演杂了 把演个究竟也是很容易的嘛 是吧 是不是 只是你不知道是个幻境 你总有得失感 你总觉得你真的失去了 真的得了 你总觉得你真的拥有了 真的没有 你觉得真的是有遗憾 是真的 一切 那个故事剧本里面 你总觉得你有东西 都是你干的 都是你做的 都是你 你就永远 不管你做了善行 做了恶行 你都是觉得 那不是个电影 那不是那就是真的 这才是佛的直接啊 时空啊 都是幻境啊 你要指 你不这样 你说在人道的每件事情里边 去组结些经验 那你连人道也出不了 你那怎么会是空性呢 修法 但是大家的关注点好 那是怎么把人做好 那就做个好人呗 那就学儒家文化挺好 任意理智性嘛 是吧 做儒家文化的 做君子之行嘛 那就是好人 那佛学不是 佛学不是在人道时化的 佛学站在六道位 说真理的 他直接就开始告诉你 无人像 连人像都破进你 金刚经 我像人像 众生像瘦哲像 全破 人也不让你做 善人恶人都不用 都不用你来做 因为你是空性 你是如来啊 那才是本来的样子 本来的样子是什么 当你是空性的时候 一切都是你 一切都是你啊 说这个一切大家想象不出来